我能可以无法,你能不能无法 近几年来中国法治是在明显的全面的倒退 有很多很多例子表明这种倒退 比如说对律师,对维权人士的残酷打压 就是家庭教会,很多宗教团体 受到比以前更加严重的迫害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也是中国法治建设40年 然而国际社会却普遍表达了 对中国法治状况的担忧 人们不禁要问,在过去这40年中 中国的法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又为何出现了惊人的倒退 遥想40年前的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开启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也启动了中国法治的重建 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 同时还确立了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言 违法必咎的十六字方针 此后整个国家迅速走上了恢复法治的道路 1979年7月1号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一天之内通过了包括刑法 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七部法律 被称为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一日七法 1980年对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 虽然带有政治性 但也正式宣告了对文革法治浩劫的追责 1982年中国政府通过颁布新的宪法 强调了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 尊严和权威 1996年3月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一项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 这一时期 法治开始取代法治 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词 法治 这个治理的治 Rule of Law 它要求法律本身是良善的 要求公权力来守法 那个刀治的法治 它的这个强调的重点 是社会来按照法律来运行 所以在人治的体制之下 人可以存在法治 但绝无法治 核心有一点点区别的政治上就是说呢 你共产党是不是也要在这个法律制度之下来治理国家 是不是共产党也要服从法律 在政府文件中以法治代替法治或许表明 中共执政者明白 法治的关键是要以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和政党权力 这似乎给中国法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接下来的发展却与人们的期望相距甚远 中国的法治经常表现出进一步退两步 法治精神难以确立 在刑事法律方面 1996年中国政府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 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这意味着卫军法院审判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但2010年轰动一时的李庄案 为审先判 并且被迫认罪 其实李庄这个事情 如果说要判 也就是两年半 在全国法律界 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不满 1997年刑法修改 删除了以政治性作为判案依据的反革命罪 但取而代之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却常常被用来打压政治意义人士 2009年 零八宪章的主要推动者刘晓波 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重判11年有期徒刑 面对李庄案 刘晓波案等丧失公益的案件 中国法学民宿江平 2010年在媒体上呐喊 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 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或者说 我们的法治建设 司法改革 政治改革 都出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法治良心的一声呐喊 穿透了那个时代 但这一声呐喊 也很快被汹涌的法治退潮所淹没 人们很快发现在法治高调的时代 到处是丑陋的真相 2004年修改宪法 确认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 2007年还颁布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 物权法 但政府漠视私有财产权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 尤其是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 以暴力为特征的强拆普遍存在 成为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纠纷之一 在法律诉讼中 中国法律却公认 律师的独立性和能动作用越来越强 新版的刑事诉讼法 也进一步明确了律师为被告人辩护的权利 但在维权案件中 律师的权利却时常被司法机关非法剥夺 尤其是2015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案 有300多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 被拘留被失踪 其中江天勇律师被强迫认罪 仍关押在狱中 王全璋律师则至今生死不明 我需要去寻找一个答案 中国不是一直宣称是依法治国吗 那在王全璋案件上他们依法了没有 既然是依法了 依法治国为什么不让律师会见 一方面是既定的法律法规 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另一方面还有庞大的法外体制 中共纪律检察委员会 从1990年代就开始使用 双规的措施 按照这种超越法律的规定 涉案中共官员一旦被双规 就被断绝与外界的联系 并被剥夺会见律师等合法权利 其中一些人在双规期间 遭受酷刑和虐待 突然死亡 这种非法措施 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质疑 但中国政府毫不收敛 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2018年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家监察法 设立国家监察委 该机构可以绕过司法机关 单独拘押和审问 有犯罪嫌疑的公职人员 从709律师大抓捕到新疆 被非法关押的上百万穆斯林民众 再到国家监察委的设立 这些重大事件的叠加显示出 中国法治近年来在加速倒退 而法治败坏所表征的 却是社会的并争和执政者的危机 进入2010年代以来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逐渐丧失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 以此同时 立志彻底腐败无法遏制 利益受损群体的维权行动 风起云涌 种种形式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形成了挑战 总体上来讲 共产党就是一个危机 他没有信心通过这样一种法律的制度 来解决的问题 因为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问题 好多东西 他所谓他自己党的这样的独裁政权 政权的这种意志 不能贯折下去 改革开放40年 中共执政者曾力图恢复法治 强调依法治国 发展法律制度 这其中的用意不乏文革带来的历史教训 也包含着融入现代文明的历经图治 但另一方面 执政者对专制权力的不肯放松 扭曲了法治的本意 让国家和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宪法在序言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地位 将执政党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 致使中国政府能够置法律于不顾 过去这40年 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 迅速成长为世界的经济巨人 但也是这40年 中国法治步履蹒跚 路途维艰 给中国未来的发展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谢谢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我想告诉大家 自由亚洲电台广播新闻节目 亚太报道已经在YouTube闪亮登场了 走一到周五每天更新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上线 想及时了解真实的中国 请立刻点击屏幕 收听亚太报道